人同名曲,然後順便蜘蛛性行銷下 嘿嘿嘿嘿 然後這張專輯叫做 親愛的準備還要出發了嗎? 我拿開過程給你看 然後,等一下大家如果喜歡它 也可以就直接翻翻看沒有關係 然後,它是... 我大概在去年12月的時候做好一張專輯 然後這張專輯總和了我大概兩年的 兩年左右的時間的在台灣的旅行生活 然後也是我的專輯設計師 就藉著設計專輯的名義呢 出去玩了兩個月,直接超爽 然後就做出這張專輯 然後為了鼓勵大家多多出去旅行 所以我做了一張小集點卡 然後這集點卡是 只要集滿10點就可以再換一張專輯了 超爽的 然後,怎麼集呢? 你只要到上面的QR Code 然後上面有15間店 沒有,14間店在台灣各個地方 然後只要上去找到它 然後到那間店裡面去 裡面會有一個印章 然後你可以問老闆印章在哪裡 或者是老闆要跟你說去找 找到那個印章 然後蓋完這個章 你就可以再換到一張專輯喔 有沒有很爽 然後你拿到新的一張專輯 你又可以拿到一張小卡丘 然後你就可以再換一張專輯了 那因為限量只有50張 然後希望大家一個人最多換兩張就好 然後不然人家就沒得換 然後目前已經有兩個人跟我換了 就是他們已經很快速的 繞完台灣不知道幾圈 然後換了幾個圈這樣 那今天的最後一首歌也是專輯的同名曲 親愛的準備好要出發了嗎?送給你們 好最後一首歌我們一起唱吧 好最後一首歌 踏上了未知的路 還是有一點點迷茫 喝下了剛兩好的酒 把害怕留在過去的路上 靜靜的聽著心跳 換你們喔 終於比較了解自己 放下了沉重的心啊 這趟旅程我只想帶著我自己 親愛的你啊 準備好要說再見了嗎? 或許會有些不捨 或許會有些擔心 或許會有些擔心 但真是還請相信我吧 啊 親愛的你啊 准备好要出发了吗 期待不远的路上找到最懂我的人 也许哪个人 也许哪个人 终究还是自己啊 我们看到这种东西 我许哪个人 但我不能用你 心里有时候 我不能用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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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了一次的路 嗯 嗯 啊 啊 嗯 嗯 點點迷茫 喝下了很良好的酒 把海浪捕在過去的路上 靜靜的聽著心跳 終於比較了解自己 放下了沉重的行囊 這趟旅程我只想帶著我自己 親愛的你呀 準備好要說再見了嗎 或許會有些不捨 或許會有些擔心 但這次喊請相信我嗎 親愛的你呀 準備好要出發了吧 期待不遠的路上 找到最痛我等等 也許那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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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究還信自己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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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